这个男人的工作环境绝对是老色皮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他的同事个个都是绝世美能且身材火爆 例如这样这样这样 而你以为这是一份多么牛逼的工作吗 男人只是一家超市的服务员罢了 他的名字叫老尔本来是守护世界的勇者 结果在他们历尽艰辛万苦 某某就突然被不知道什么人给打败了 于是所有勇者就集体失业 老尔也只能来到这家魔法超市打工 其中他的同事只有Lumi 这是拥有性感身材且性格天然呆的绝世美能 每次遇到摸他屁屁的熟客糟老头都不在意 而老尔倒是个正能君子 只不过在店里新来了一个女孩菲诺后 他的老色批本性还是暴露了 菲诺的身份是魔王的直系后代 但是他想要了解人类的制作而生 于是便选择了老尔这家店想要实施打工的生活 本来还有些许担心的老尔在店长塞丽亚奥奥部队 塞亚奥的同意下菲诺还是加入了这个团体 由于体内有魔伦的气息 他表面看起来就凶神恶煞 为了让菲诺明白 歹科知道 于是老尔就开始教育菲诺如何收敛气息 但这些都是可以调教的 可菲诺体内的具有能量就没办法控制了 这个世界的电器不是用电来启动的 而是用魔力来启动的 所以菲诺体内的能量就总会给这些机器带来负荷 总会直接引爆 他被撒水机的水冲得全身都吃 咱也不知道这水的能量是多大 反正菲诺就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直接倒下了 过季白给套路 老尔抱着他来到休息室躺下 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尔竟然脱掉了菲诺尸头的外衣才发现 眼前的这个人竟然是女孩子 我瞬间瞄动了 感觉老尔对罗米没有感觉 是不是把他也当成男的了 而从这之后 你就会看到老尔对菲诺的用心 开始认真教导他 解克用语 一天外出 老尔碰到希特的伙伴艾里 他曾经也是一名成绩很好的勇者 但艾里看到老尔的崇拜后十分生气 认为堂堂一个勇者 竟然的落到做服务员的地步 其实不用艾里说 老尔自己也心有不甘 在心情郁闷地回到店铺时 就发现店里来了强盗 对方说要钱 菲诺就推销给装钱的袋子 结果这冷露的强盗 导致菲诺看着对方暴躁的模样 对人类的感官变得很差 即使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就生气 心胸太狭隘了吧 所以在老尔的解释下 菲诺明白了这个人不是客人 梦梦本性复苏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强盗 然后面带笑容说出 你喜欢什么死法 这个风波让老尔暂时放下 对勇者的恋想 结果在半夜就发现 睡着的菲诺还在说着梦话 不过内容都是自己教的 结果用语 这一幕让老尔本来压抑的心情 彻底得到了释放 虽然还想回到勇者生活 但似乎现在的生活也并不差 岂是不差 这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呀 在这之后店里进了一台机器 结果打开开关就突然炸出黑烟 然后有人就被机器里 跑出的魔物给袭击了 生活与诺亚很担定的分析 这是极其失控 而艾迪正好也在场 这个场面让他仿佛 回到有魔物对抗的时刻 于是灰剑就上 然后就被魔物制服了 连拿到出手都没办法解决这个怪物 这可怎么办 关掉开关不就得了 就是这么简单这么草率 所以艾迪也是在此刻 跟菲诺认识 但他不知道菲诺的身份 否则可能直接提前斩杀他 菲诺在这些时间下 也静静地跟身边人关系达近 偶尔还会去隔壁便利店帮忙 但是有一天店里却突然一点生意都没有了 看到报纸才明白 原来是大型商店阿玛达 在搞开店打抽兵 这是全国拥有56家连锁企业 十三绿占了整个业界的五成以上 而劳拉他们的商店 却只占了业界3%不到 如果不想办法 劳拉他们店铺 或许马上就要关门大吉了 这让菲诺特别紧张 他可想打工了 最近的打工生活 让他实在太快乐了 咱亚拉店长立刻想到 去敌方总部探查 于是安排菲诺 跟劳拉假扮情侣去购物 结果劳拉在阿玛达商场见到了艾莉 这个被现实打败的勇者 终究为了生计 还是走上了服务员这条大路 勇者穿着兔女郎招待 之后 又为了艾莉这个老熟人 劳拉他们直接在店里 光明正大地搜查起来 也明白了阿玛达 能够领先业界的重大原因 那就是因为他们的价格真的便宜 而便宜的原因 店长塞亚拉也找到了原因 原来他们制作道具 根本不需要能力 全都使用低级魔物充当能力 这样一告 跟他们压下竞争 显然是此着苦吃 但是又不能看着店铺倒闭 于是菲诺跟着劳拉偶便出去打广告 以成型为主 企图拉拢客户 结果阿玛达大的广告 更懂人心 托女郎上街推销 有什么比这还能能得学沸腾的呢 就连劳拉也要放弃的时候 之前在阿玛达遇到的一位老奶奶 正好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她想要采购一台空调 但是阿玛达介绍的都太过前卫 自动化的介绍老奶奶听不懂 于是便难道老奶奶店铺 买下了一台可以省魔力的空调 这个开张让所有人都特别兴奋 可是很快 安装空调的洛亚就打电话说 出问题了 因为老奶奶的儿子 已经从价格更低的阿玛达 也买了空调 还怪老奶他们瞎推销没用的东西 结果在阿玛达装空调的时候 却发现家里的魔力不够了 这里可以理解为家里没电了 他们只好求救准备离开的老奶他们 根据阿玛达和洛亚他们检查判定 甚至更多 但是不甘心的洛亚想要再检查一遍 于是发现了这个房子枯竭魔力的原因 竟是因为地板下有一堆的魔力吞噬者 在别的动画 他又叫史莱姆 菲诺并想用自己的魔力给这个房子充电 但是他身为魔王后代 过强的魔力可能会导致整个房屋电气爆炸 老二一个阻止菲诺 从这个画面可以很明显看出 老二是个彻头彻尾的脑色批 后来为了引出史莱姆 洛亚画出魔法阵 以菲诺为影子 吸引出了地板下的魔力吞噬者消灭掉 成功让芝加兰省去了30万的维修费 最后芝加兰的儿子也给老二他们道歉 取消了马达的空调 而购买了老二家的空调 用心服务客人 这就是老二他们店铺的宗志 于是后来为了让客人继续得到最好的购物体验 在亚拉利用王都高达35度的天际 带着众议员换上了性感火辣的永衣带货 果然吸睛的画面出现后就吸引来了许多客户 而这还不算什么 在隔壁店铺的拉姆加入后 他提出了道具适用的法子 凡是购买相机的人可以尝试拍照体验 至于拍什么 自然就是电厂等人的泳装写真 而阿玛达也派了埃里他们来侦查一下老二他们 结果就看到了这一幕 物料竟被隔壁店员拉姆即将说是来侦查敌情 最后竟也被怂恿换上了泳衣 由了埃里的加入 这场俗销会竟达到了一个顶点 这家小商店竟在阿玛达的攻击下真的火了下来 等到发工资的时候 菲诺也特别开心 也明白了人类的生存法则 利用金钱构建起了一套相对安全的法则 想要的东西用钱购买 然后个人的钱就变成他的工资 他又用工资去买他想要的东西 如此循环真的是太美好了 因为魔王如果想要东西一般都是抢就完事了 那用什么循环机制 主要看到大家买东西的时候都很开心的样子 菲诺的天真让老二有些差异 魔王看来都不是坏的啊 主要还是菲诺那不抱怨的模样 明明是一个魔王就该愿做最频繁的工作 老二对那所谓的勇者梦也开始出现动摇 随着跟菲诺的长时间相处 老二渐渐地喜欢上了菲诺 不过故事也到了尾声 魔王勇者这个设定还是被兵军拿出来继续加饭 因为老二以前的勇者朋友在世界不需要勇者后 他们就一直自食甚高 没有本事的他们不愿意从底层做起 在得知老二是魔王后 他们就开始想办法唤醒老二的魔王之力 只要世界出现魔王 那么他们勇者又会回到以前的魏王 直播来软的不行 因为菲诺根本不想当什么狗屁魔王 他是想做一个兢兢业业的打公仔 其实菲诺不想当魔王的真正理由 是因为老爸太过分了 他看到父亲亲怒他人的样子 菲诺打心地的瞧不起和厌恶 毕竟当魔王 他现在的目标是当店长 但最后这些潜用者竟然直接奴走了菲诺 打算利用魔人族那边拿来的一条项链 挤活菲诺的血脉 因为魔人族也想让菲诺去当魔王 在菲诺被奴走之后 他才知道原来老二本来也是勇者 之后老二前来救援菲诺 跟希腊的伙伴打了起来 从对方口中还得知了一件紧爆的真相 原来想要打败魔王根本就是轻而易举 随着魔法道具的抽签 魔王的生与死都是一瞬间罢了 为了不让勇者这个职业消失 所以才会让魔王活命 那一代勇者都会让魔王留下一口气 这个真相能之间努力修炼的老二突然笑了 他可望守护世界的梦想 原来如此可笑 既然如此 那么被唤醒了菲诺 也就是变成了宫巨轮 于是老二在打败对方后 找到了菲诺 他能知道菲诺的身份后就不再练及旧情 他的家人都被魔王那边的人杀死 他想要复仇 所以对于唤醒魔王他没兴趣 但是必须亲手杀死魔王 当勇者的也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老二店铺也遭到了人袭击 但是万万没想到 真正的战利担当竟然是那威诺的店长大人 他拿出计算机算了对方需要赔偿的金额 店长的能力是可以改写任意魔法道具 反派就这样轻松被店长打败 而目睹埃利跟老二战斗的菲诺不忍心 最终自我觉醒了魔王之力 非洲天际打算回到魔王王殿 而老二跟埃利的战斗 也随着老二叉里面打死而结束 埃利最终理智战胜了仇恨 如果这些仇恨不该放到菲诺身上 在他们两人打算去阻止菲诺回去时 就被魔王手下拦住 眼看他们两人未必是对方对手 结果店员全部赶到 之前说过魔法道具 可以轻松杀死魔王这句话 大家可能不信 但是在众人拿出吸尘机 吹风机还有收音机等电饭锅 这些魔法道具后 这个魔王手下竟然就被这样的打趴了 而之前开始提到 另按摩批批的糟老头 竟然是一名促色的飞行员 使他带着老二赶到菲诺面前 成功用打工精神唤醒了 菲诺的打工魂 最后的最后就是 电源全部归位 埃利也离开了阿玛达 加入了老二他们 虽然其他女生并没有加入老二后宫 之后菲诺和埃利被俘获芳心 但这样的工作环境 仍然是大多数人的打工胜地 这是来自2013年的神奇动画 当不成勇者的我 另一个打工的男魔王 就是另一部番剧 打工吧 魔王大人 这种日常搞笑 且加入一些战斗元素的情改作 真的是让人看得非常快乐 重点是福利满满 但这些我只能自己加毒食 想看的你只能自己去补翻 而我喜欢这部动画的原因 是在看惯了后宫白给套路 这种有点纯爱元素的风格 反而也很讨戏 虽然评分只有可怜的5.5分 但我认为只要不恶言弩骂作品 福利番的评分 真的很难用来作为推荐指数 因为大多数福利番 大家都懂看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一个爽子 想要有太多深度 就不要过多期待 所以评分大多都是不高的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